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现在的汽车市场中最受欢迎的车型就是A级车中的紧凑型 不过对于新司机和小青年来说 小型车是更为适合的 我们就来说说小型车 现在卖的最好的小型车就是大众和本田汽下的车了 毕竟他们各个方面都做得不错 然而曾经在国内火了一阵的韩戏车 现在却在走下坡路 现在韩戏车纷纷已降价来提高销售量 不过汽压旗下的KXCRODS上市以来并没有这样做 从3月份的销量来看 它的销量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目前的价格为8万左右 在价格上没有什么优势 很多人说这款车厚到 这款韩戏车到底厚到在哪里呢 全车高颜值 硬朗帅气 新车的虎销是进气格价与大东组是一体化设计 全车加入了铝合金的流行元素 这也是增加了全车的时尚感 总体来说 车型造型充满活力 硬朗帅气 这款车型很青春 从全车的内饰方面也是活力十足的 中轮台有一条杜铬石条 它一直贯穿修饰到了空调区风口 这一点格外引人注目 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4240毫米 1750毫米 1505毫米 轴距为2600毫米 拥有宽敞舒适的空间 配置上有全景天窗 倒车影像 无钥匙进入系统等等 功能齐全 这也能反映出这款车 KXCORDSB 比POLO是更加厚到的 新车全车系的发动机为1.4L自然吸气发动机 最大功率为73.3KW 和132mm的峰值永矩 从参数来看可能很一般 但从油耗上能坐到0.4元一公里 同时变速箱是6档手自一体 或6档手动变速箱 总之这款KXCOEDS 与当下主流合资车相比 一点都不逊色 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车型 而这样的性价比 你还看POLO吗 感谢观看